同学们请跟着我把书翻到第28页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Q&A 我挑的都是你们问的最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对了 我剪头发了 现在放假然后我天天游泳 结果我那个发烧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干 所以我就把它干脆剪掉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问到一个 怎么样变得自信 第一 因为我从小好像就是这种性格吧 因为我是白羊座 你们信心座的应该是 我很容易给自己洗脑 就比如说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总是告诉自己 我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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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自信的人 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就是成功给自己洗脑 所以我觉得人是要有信仰的 就是并不是说你的宗教信仰或者怎么样 就是并不是说你的宗教信仰或者怎么样 而是你要知道你未来是很光明的 这种环境给你的影响 来自他人的赞美啊 反正就是各种因素 第二点 为什么要自信 然后我就总结出来 我觉得自信它是来源于自己的成就 如果你自信的话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首先你做一件事情 如果是你想做的肯定会很努力很努力 努力了之后呢肯定就会有所成就 这种成就呢就给了你下一次的自信 因为你自信了之后呢 你再做事情就会更努力 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据说自信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吧 它并不光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 它对你的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难听点就是得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哪些东西是自己擅长的 哪些东西是自己还缺乏的 这样子呢就不会造成盲目的自信 就比如说我的数学就是一直不好 但是如果我就是说我盲目自信 我觉得我数学不要紧我就是很好 那样子的话就是学不到东西 这样你失败了之后反而会给你一种自卑的感觉 你首先要认清自己到底什么是你应该自信的 什么是就是你不应该自信的 我觉得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可能是想说 关于外貌方面的自信 对我来说我觉得天天的性格上面也有影响吧 就是我从小就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 所以呢就导致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这个是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是有办法改善的 对你的外貌方面还有和别人交谈 说话的时候更自信的话 你就是可以用以下几点来帮助自己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类似一些他人的事迹啊 有外貌上有缺陷但是又很成功的人 他们并不是说靠运气而成功的 而是说他们也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的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更加的努力塑造自己 比如说你可以去健身 可以去或者说用更好的护肤护发产品 就是说打打造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就比如说你们看到我很自信的样子 这样我也给了你们启发 看看我视频的人也许也会慢慢变得自信起来 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美国这边的氛围 就是一种大家都很自信的 这点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高矮胖瘦 都是应该很美的 虽然说不是所有也有自卑的人 但是起码就是他们的教育方面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包括不仅是学校包括家庭 他们都会给予孩子很大的鼓励 而且美国人他们喜欢赞美对方 好像赞美就成了一种那种问号形式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一个人的自信是很重要 我觉得之所以美国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由不同的肤色种种族国家 结合起来的一个国家 有白人黑人黄种人包括就是墨西哥人 就是你平时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呢 他们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发现不同的美 就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白人就是有种族优势吧 但是不管是什么种族肯定都有自己不同的美 所以你要是你看别人的时候要抱着一种这种心情 当你能接受别人不同的美的时候 当然你就可以接受自己了我觉得 就是要常常告诉你自己 你很美 就像这样子 你真的很美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美国留学的问题 首先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我初中读的就是一个国际学校 我和我家人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是打算要出国了 我们那个高中就其实就是说读完了就是肯定会出国 就是不参加高考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原定计划就是高中读完了去申请一个大学 就是这应该也是大多数人的那种想法 但是当我读高一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我就不说是什么学校 反正就是因为这个高中是刚开始办的 很多方面我觉得很不成熟吧 对于不管是教学还是一些就是安排方面 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我慢慢呢就觉得在那里学不到东西 然后我就在包括问了一些中介啊 和我妈一起就是我妈也帮我去打听啊 就是他们就是告诉我 其实有一种叫社区学校的大学 就是它和普通大学可以说是一样吧 它有好处和不好的地方 完了16岁就可以直接去上 不需要高中毕业证 它是两年制的 就是因为在美国这边 它不仅是有那个叫什么大学本科学位 本科学位下面还有一个学位叫associate degree 这个associate degree就是两年 不同于本科就是四年 如果你是读完两年之后 有了一个associate degree 再转学去名牌大学 其实是要比高中毕业 直接去要容易的很多 因为我当时压根就不想读我那个高中了 所以我就想我满了16岁就可以直接去了 这样岂不是更节省了时间 还节省了金钱 还有精力吗 读完转学了之后 很多学校是要求高中毕业证 就可以去考 参加一个考试叫GED考试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要学习的专业 专业叫costume design 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它的基础是来源于fashion design 就是时装设计 从小就是想学时装设计 但是我觉得 当时只是一个幼稚的想法 就是小学的时候 就是觉得时装设计多酷啊什么的 但是越来越长大 我越发现 就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知道我通过各种了解啊 我了解到了 其实还有一个分的更细的专业 叫做costume design 也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theater costume design 一个叫做tv and film costume design 我要选的那个就是tv and film 设计一些电影还有电视剧里面 演员穿的戏服 有一个问题说我为什么选择美国 其实我知道好多学习艺术或者说设计类的 是会往欧洲内保虑或者怎么样 首先你肯定是要按照你自己专业 然后看就是哪一个国家更适合 其次呢就是真的是看戏好吧 再加上我有很多朋友 就要路路续续来这边留学了 所以就是也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吧 其实对美国对我的专业来说真的是非常合适 因为我想学的就是costume design 美国好莱坞 可以说是电影的天堂了吧 是有各种电影制作公司各种机遇 关于寄宿家庭就是homestate 但是因为我高年满16岁嘛 实际上16岁不能合法租到公寓的 好多人可能就是觉得住基础家庭可以 能更快更好的融入到美国的生活这种嘛 对你的口语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当时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小孩子 特别想要弟弟或者妹子 这样子我妈也会对我更放心嘛 起码有人管饭 然后你晚上回家了 起码家里有人能照顾 然后还有一些好处就是 他们会带你去比如说会带你去教堂 然后以及去超市买东西 或者说他们家庭会有什么活动 会一起带着你这样子的话 也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吧 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学校的生活 学校的申请你要么可以找中介 要么可以自己 当时我是自己申请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程序并不是那么复杂 然后当时还认识了一个学姐 就是她也帮助了我很多 一般是要先填一个申请表 然后再陆陆续续教各种需要的文件 是这样的 你们都可以在官网上找到 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问学校的顾问 所以其实很很简单 关于如何选择大学的话 这个呢 首先你肯定是要看专业 你想要上什么专业 然后可以在Google上面找到 这个专业很好的学校的排名 什么的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百度找 因为第一 因为你不确定百度上面的资料来源是什么 第二个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是何年何月的消息了 第三 它的消息肯定是不全面的 好多就是在国内很火的学校 在美国不一定算特别好的 其实有很多很冷门 但是也很好的学校 所以说在Google上面找的话 你会就是更准确更全面一些 第二个你要看你 地点问题 你喜欢靠海的城市嘛 所以我选了西雅图 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华人多一点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像洛杉矶 纽约这样大城市 如果你喜欢比如说安安静静的那种 就是说人不多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中部的一些城市 或者怎么 就是结合各种因素来看 包括气候啊花费啊 还有以及各种就是说一定要考虑的全面一点 生活学习方面的 这边分一年四个学期 就是四个quarters 大学的话每个quarters 一般是最低要求你上15个学分 然后每节课都是五个学分 所以就是一般是每学期修三门课 每天的安排就比如说有的课它是会每天都上 然后比如说50分钟到一小时这样子 像我的艺术课啊什么的 都是每次三个小时 然后只用上星期二和星期四 或者星期一和星期三 每天的安排还是比较轻松的 有时候如果你直选早上的课 你中午就可以回家 但是你可能就要做做业啊什么的 其实课后要花的时间还是很多的 好多过来人也告诉我 就是不要总是和中国人腻在一起 如果你想要跟美国人融入一起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觉得你们得有共同语言 这样子一来你们很难就是 弹入到一些很深入的话题 或者说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说自然的会和中国人在一起玩 和自己祖国一起的人在一起 肯定会感觉到更舒服嘛 但是说句实话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 你能交到美国的很好的朋友 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需要 就是强迫自己去避开中国人 我觉得那样是很很愚蠢的 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 所以说并不是说把人种作为一个前提 而选择朋友 但是如果你们说真的很想 多交一些美国朋友的话 我住基础家庭 就是他们周末会跟他们一起去教堂 教堂里面就会有好多好多他们的朋友 朋友的孩子跟我同龄的人也有很多 所以教堂里面可以接交到很多美国的朋友 再一个就是 现在学校的社团活动 因为这个就不局限于你课上的朋友 因为这样的话 你在社团里面都是一些 你们有相同爱好的人 所以说交到的朋友 也更容易就是产生共同的话题 更容易走到一起 然后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回答所有的问题 说实话只回答了关于自信和留学 这两个方面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真的有太多太多要说的了 有好多其他方面问题我没有回答 但是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然后下一次Q&A的视频 我会一一回答给你们 然后希望这次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